台剧出勇日前发生拍摄意外 剧中男主角颜亚伦先喊出罢工 与注重剧主拍摄公安 15日傍晚 颜亚伦参加意外后的第一场会议 更在脸书提出五个疑定 一定会有起伏 一定会有挫折 一定会有压力 一定会有恐惧 但一定要改变 充分展现他改善恶劣工作环境的意念 对于两位影视界人才发生憾事 多位朝野立委也在16日 牺牲咨询文化部长李永德 知法旷日废时 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有个行政的调查 好不好 我们要了解原因 不要让汗事再发生 包括尼亚伦等等 很多演员也都发出这样一个怒吼 剧主他们的超时工作 过劳 还有不重视公共安全 这些问题其实长期都存在 我们的拍戏的生态到底学不学汗 光是超时工作就是常态 面对质询 李永德承诺文化部将在近日公布 文化艺术事业应遵守劳动法规执意 及文化艺术工作者陈缆继委任契约之指导原则 之后也会进一步与劳动部及地方政府合作 针对不同外景环境提出安全防护计划 将来如果说有剧主要申请某一个场景 有一个拍摄地点的时候 一定要提出安全防护计划 你要定指引就要负责任的定 你要跟地方政府沟通就要负责任的沟通到底 OK 好 要做要做好 不然要做半头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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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